我想在台灣整個目前勞工 大概1100萬個勞工 其中有550萬是屬於庶民的勞工 包括批發、零售、餐飲、物流 還有小個體的 所以未來誰當中華民國總統 絕對經濟的發展 不能夠建立在剝削勞工的身上 其實人跟人的交往是三種 一個是嘴對嘴 一個是嘴對心 一個是心對心 如果一個企業家跟勞工之間 是心對著心 勞動生產的效率會絕對不一樣 六年前我去台北農產街總經理 1100個員工 因為公司經營績效不好 裁員了500個員工 剩下600個員工 我就掌握住以心對心 600個員工 500個夜寢 我切身的經驗 讓他們練氣功 我發現很多長期夜生活的人 到最後老的時候都是乾粗的問題 每個店氣功 發獎金我到的時候第一年 發了5500萬 每年2月份跟9月份 一定幫員工準備一筆獎金 那員工就會問 為什麼要選這個時間點 我當總經理就告訴員工 因為我知道你的孩子要繳註冊費 員工聽了有的眼淚都掉下來 第三 每一個月600個員工長期不讀書 幫他們選一本好書 希望在水果香蔬菜香之外 公司要有蔬香 蔬菜水果之外 要蔬本的香味 第四 員工你讀大學 你讀研究所 公司幫你出50%的學費 第五 你想學英文 禮拜一到禮拜五 幫你找好教室 幫你找好老師 第六 我把公司員工費 為戰鬥跟後勤 第一線賺錢的 就像空軍 為什麼飛行員有飛行家起 雷達兵彈藥兵沒有 空軍看飛行員 台北農場看拍賣員 我們這樣一點一滴發現 我去報到的時候 年營業額150億 等我離開的時候4年多 年營業額充為220億 你就會發現到 我們對勞工越好 當他的心受到感動之後 他會回過來 在他工作上表現 這是我切身的經驗 所以我去的時候 獎金一年 第一年發5500萬 跟董事會報告 第二年發了6000多萬 第三年發了7200萬 第四年 居然獎金發了8400萬 勞動生產條件越來越高 效率越來越好 所以 我們愛護勞工 我們要發自內心 每一件事情 中小企業 企業老闆 都要幫你的勞工想好 這才是真正的愛勞工 關心勞工 我相信未來勞資和諧 一定會越來越棒 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繼續呢 我們請郭台銘先生回答 時間三分鐘 請 我父親是個警察 家裡六個人 集在只有四平大的地方 全靠一份 微薄的警察薪水 我從初一 開始就在橡膠廠 沙輪廠 藥廠打工 賺學費 賺生活費 那時候看著老闆 很羨慕 但後來自己當老闆 每天跑三點半 那時候還有票據法 所以我把公司設在土層 萬一支票跳票 錢掉不過來 所以被關進的土層看守所 公司的同事 可以就近來看我討論 當員工男 郭董 當老闆男 郭董 老闆想要多賺錢 員工希望自己多賺錢 做一個領導者 要有能力 讓老闆跟員工 兜兜賺錢 西美的許文龍說 我是現代的成績四汗 成績四汗 開槍辟土 我當總統 我就是要 帶出來帶大家 組國家隊 打世界杯 我要帶大家到全世界 搶錢 搶糧 搶市場 有的市場 有的錢糧 公司一定要照顧員工 有人抹黑我 是鴻海市低薪的血汗工廠 但其實鴻海不是低薪企業 而是高薪企業 像今天證交所公布的 上市櫃公司 平均公司 員工薪稅 拿掉主管的值的 一般員工的平支薪水 也超過兩百萬 鴻准排名全國第三 鴻海排名全國第四 如果政府能夠好好地拼經濟 讓所有的公司都賺錢 怎麼還會有低薪的問題呢 社會問題 常常都是分配問題 不只是經濟的分配 也有權力的分配 我黑手出身 白手起家 知道從無到有 需要什麼過程 需要做哪些事情 社會要打造一個 良靜徐環 正面向上的力量 參議院政府修勞基法 修的天怒人怨 老闆 員工和社會都輸 每個產業的需求都不一樣 修法也需要有種產業 我當總統 這個查我一定會修 因為我是 我搞過產業 都不是立法員都沒有搞過產業 他們怎麼懂得修法 所以最後我要說 員工贏 老闆贏 全民要贏 臺灣社會要三贏 相信郭台銘 方言結束了嗎 好 OK 那我們時間請歸零 謝謝 繼續我們請朱立倫先生 回答時間三分鐘 請 我當過16年的地方首長 服務625萬的臺灣人民 你們都是我的老闆 超過臺灣四分之一多 接近三分之一的朋友 勞工朋友是最重要的朋友 我了解問題 因為我腳踏實地 我不會像蔡英文 天馬行空 四年前 他要接受勞工 還他七天假 要搞一例一休 當時勞工朋友到我總部來抗議 我說抱歉 各個行業都不一樣 我做過地方首長 要強迫大家都一例一休 就是鉛制大家的發展 我們可以讓老闆 讓資方的成本不要降低 但是要放寬彈性 這才是務實可行 其實經驗真的非常重要 16年前我看到大量的官場 當時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勞工受害非常多 被遣散非常嚴重 所以設立勞工權益基金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設的 帶動台灣 我當新北市長 我們都知道 兩萬三千多個工廠 當然有好老闆 也有二老闆 這個時候我們勞儉 給他罰個兩萬 罰個五萬 罰個十萬 他不怕了 最好的辦法 勞動員 把他公布出來 讓他知道 誰是冠老闆 誰是二老闆 這就是我做的事情 一樣的 我們知道青年 要就業是最困難的 所以我們要出次青年就業輔導 這是我們在這幾年 努力的成果 好多青年 他沒有辦法有正式的工作 悲點的工作 把他轉正職 我們希望讓青年朋友 更有機會 這就是我們做的 成果是什麼 這兩年來 青年的失業率 在新北市是最低的 這就是經驗 我不是服務一個企業 我是服務 六百二十五萬的人民 我服務的是千千萬萬個所有的企業 我們就是靠具體可行 順便講一下 在上次辯論的時候 蔡英文主張 長照要用預算 搞了三年 最後終於證明 當時朱立倫主張的長照要保險 因為世代不要對立 不要都想花政府的預算 不要花下一代的錢 我們供托 供用 要希望按照朱立倫的建議 這樣才是務實可行 都丟給國家養 單一人補助一萬塊 一年至少要一千四百四十億 所以錢是我們大家的 好